至于澳洲则是一边防着中国 一边又尝试修复关系 为了应对中国威胁 美国和盟友组成了四方安全对话 而正在印度访问的澳洲总理 阿尔巴尼斯就表明说 要加强这个组织 还说印度是顶级的安全伙伴 这让人质疑他把中国放在哪里 和我们也认为我们要不想 我们必须他把人质疑我们签得 我们是助理能量巨大优 我们在这里需要卉备 还有相当的元素 这是我一直在做 我一直在做阿尔巴尔 بد 在印度里 阿尔巴尼斯表示 印度是澳洲的朋友 双边的经济文化等关系 越来越紧密重要 不过有些课题 恐怕和澳洲的原则是有所抵触的 英国广播公司BBC 播出抨击印度总理的纪录片之后 税收局就马上搜查 这个公共广播机构在印度的办公室 而阿尔巴尼斯就避重就轻 强调澳洲尊重言论自由 而印度也是伟大的民主国家 任何的意见分歧 都会私底下 透过合适的管道来沟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